他下來了 對啊 失敗了 阿嬤弟弟阿姨圍成小圈圈 為遠在東京參賽的陳文慧 激動只差還沒流淚 這位台灣之光再為中華隊 奪下一筒 他失敗了 所以同牌了 確定同牌了 確定了真的奪牌了 媽媽躲在後頭 雙手捂著臉 女兒首度敲開奧運大門 就成功摘同 這好消息 很快也傳到市長那裡 這紅榜當然老早準備好囉 因為這一次比賽 就是朝奪牌方向去 但後兩次挑戰自己 挺舉130公斤沒過關 媽媽心裡當時也揪了一下 自己的心頭肉 只希望他萬事平安為先 桌上獎牌一次排開 還不包含今年押緊賽 包辦的三面金牌 陳文慧下次回來 還要再帶回奧運銅牌 但誰會知道 這位舉重黑馬 其實過去是田徑三鐵出身 因為其實一般家長都不太 自己小孩去練舉重 但是我是覺得說 沒關係 只要小孩子 他願意去努力 就這一路上 我們也都是 家人都在扶持他 人生轉換跑道 誰料舉出家機 我們相信這絕不是他奪牌終點 是他追夢 綻放的起點 TVBS新聞 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